5月7日,香港交易所宣布,集团行政总裁李小佳 已于2021年10月底合约届满后不再续约。 香港特据政府表示,李小佳在任内带领港交所及香港资本市场 取得一连串的重大突破,大大巩固香港作为领先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。 港交所已成立临选委员会,进行正式的临选程序。 临选委员会由港交所主席石美伦、董事阿布巴格瑞、 红批正及西伯伦组成。 石美伦表示,衷心感谢李小佳在过去10年中的杰出领导 及对香港市场的贡献,代表董事会感谢他尽量付出时间 来确保顺利过渡。董事会有信心,继任过程将顺利有序。 香港特据政府其后发表声明,表示尊重李小佳的决定, 并对他在过去10年出任香港交易所行政总裁期间 为香港金融市场做出的杰出贡献,表示衷心感谢。 声明指出,自上任以来,李小佳带领港交所 及香港资本市场取得一连串的重大突破, 为香港资本市场带来源源不绝的动力和增长, 大大协助巩固香港作为领先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。 据悉,李小佳自2010年1月起担任港交所行政总裁, 是港交所自2000年上市后,在任时间最长的行政总裁。 在他任内,港交所成功收购全球最大的基础金属交易所、 伦敦金属交易所,与上海证券交易所、深圳证券交易所 推出获胜港通及推出债券通, 并进行香港资本市场近25年来最大的上市改革, 允许非传统股权架构的新经纪公司 及尚无营业收入的生物科技公司赴港上市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